第四九二章 女帝的恐怖一拳破万法 龙国三大将并不弱 只是如今的幽姬改头换面 凭借亡灵之书与亡谷骤龙的力量 让他能在这种级别的战场上呼风唤雨 谢忠 这位曾经的罗刹门门主 段位高达十星 即便如此 他也在之前的罗刹门内讧大战中受伤 不敌幽姬而败退 此时此刻 谢忠用阴冷的眼神盯着气焰嚣张的幽姬 胸腔上下起伏 愤怒与耻辱一同燃烧 该死的臭婊子 谢忠下意识捂住胸口 他的胸口残留着幽姬留下的伤痕 哪怕经过多次手术治疗 依旧隐隐作痛 战局进入白热化 胜负手就在上官兰和幽姬之间 幽姬 你记住 能让你有资格站上这个舞台上 与本地叫板的是同的力量 而不是你自己的力量 上官兰这句话 刺痛幽姬的内心 亡灵之书和亡谷咒龙 都是上官童的遗物 幽姬若是没有这两件遗物相助 他连与上官兰叫嚣的资格都没有 哼 幽姬发出一声冷笑 凶狠暴力的视线锁定上官兰 不论是谁的遗物 现在 他们都是属于我幽姬的力量 上官兰 屠龙大战之后的你 早就不在巅峰期了 今日 我会让你死在我的手里 而我的名字 也将载入史册 当一个人意外变强 自信和野心疯狂膨胀 难免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念头 那就是认为自己是世界唯一的主角 幽姬就是如此 他狠毒的眼神里 闪烁着信仰的精芒 以及对天命的狂热 甚至他一度认为 自己能够获得亡灵之书 和契约亡谷咒龙 是上天的选择 是命运的安排 然而 他只不过是上官童暗中操控的一件工具 用来与萧星宇相逢的工具 此时此刻 灰色的亡灵国度 一切事物都在共振 无穷无尽的亡灵之力 就像地心引力下泛滥的潮汐 亡灵神殿之上 上官童缓缓睁开灰色的瞳孔 萧星宇 我能感觉到 你我之间的距离 越来越近了 两人从未面对面见过 而且不属于一个时代 萧星宇想尽一切办法 只为见他一面 而他也在努力朝着萧星宇靠近 这从来不是单方的追逐 而是双向的奔赴 血罗岛之上 幽姬双手高举 发出癫狂的大笑 乌云碎裂 雷电肆虐 一场暴雨 为战火纷飞的战场 带来降温 灵力狂勇 幽姬开启力量共享 与盘旋在头顶之上的 亡骨骤龙 共享龙之力 在龙之力的缠绕下 幽姬娇弱的身躯 产生扭曲 他的双手化作龙爪 开启一双燃烧着 亡灵之火的龙铜 头顶长出一对 骨刺形状的龙脚 手臂 腰肢 大腿 骨白色的龙铃 就像皮肤病灶一样 感染蔓延幽姬的全身 此刻的他 就是一个怪物 如果用专业术语来形容 幽姬进入了半龙化形态 幽姬双腿蓄力 宛如一颗火箭 冉冉升空 他双脚踩过的地面 呈现天坑般深邃的凹陷 幽姬缓缓落在亡谷骤龙的头顶上 以盛气凌人的姿态 俯瞰上官兰 玉兽帝的称号 归我了 幽姬自信心爆棚 他垂涎玉兽帝的称号很久了 如今的北半球世界 只有四大国度的统治者 可以拥有这个称号 只要击杀上官兰 幽姬就能取而代之 成为四大御兽帝之一 名垂千古 幽姬催动灵力 驾驭亡谷骤龙 朝下俯冲 巨大的白骨龙头冲破乌云和雷霆 宛如流星坠落 带给龙国三军强烈的压迫感 上官兰面不改色 意念涌动 开启御兽文章 这位龙国女帝 曾经在屠龙大战 一己之力屠杀万龙 何曾惧怕过任何敌人 一声麒麟怒吼 撕碎于目 漆黑的烈火焚烧苍穹 名府叶麒麟从云端降临 黑洞漩涡一般的眼眸 撕那神明的惩戒 让所有心虚之人胆寒干颤 伴随着一声恐怖的撞击 名府叶麒麟的脑袋 与亡谷骤龙的头颅 狠狠抵在一起 顷刻之间 大海掀起无数龙卷海啸 龙之力与麒麟之力的交织碰撞 恨不得掀翻整片汪洋 围观的战士们 灵魂颤抖 海底的淤泥竟然肉眼可见 这足以颠覆大海的力量碰撞 呈现出龙族血脉 与麒麟血脉的超标强度 被亡灵之力浸染的黑色海流中 幽姬的身影就像一道箭矢 穿透龙卷海啸 直逼上官兰的面门 幽姬露出邪恶的宁笑 嗓音因为兴奋而沙哑 上官兰 去死吧 幽姬全力挥出一拳 刚猛的拳风 裹挟着吞天噬地的龙之力 她的脸上 只剩下自信这一种情绪 她认定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认定神明赋予她称霸全球的使命 就当所有人认为 上官兰会全力以赴迎接这一击的时候 画风突变 惊天一幕就此上演 万众瞩目下的上官兰 只是抬起左手 用一根食指 轻轻抵住幽姬的拳头 这一刻 世界仿佛禁止一般死寂 所有人露出惊呆的表情 下巴因为过度震撼而脱旧的 大有人在 一根手指 女帝大人只用了一根手指 就挡住了幽姬的全力一击 不愧是女帝大人 不愧是龙国的守护神 龙国三军 齐刷刷面朝上官兰 顶礼膜拜 怎 怎么可能 幽姬脸上的自信瞬间消失 撕裂的瞳孔里满是难以置信 她再次往右拳注入力道 颤颤巍巍的拳头 却无法前进半分 连上官兰的一根手指都压不弯 上官兰朱唇轻起 美眸微抬 眼神里透着神明 俯视雏狗一般的冷漠和细血 我确实不在巅峰期了 但即便如此 也不是你这等阿猫阿狗能够冒犯的 上官兰眼底闪过一丝肃杀之意 食指轻轻一挑 只听咔嚓一声脆响 幽姬的右手腕 瞬间鼓裂转瞬间 闪烁着黑光的麒麟纹身 就像密密麻麻的蚂蚁 从上官兰雪白的颈部一路攀爬 直至蔓延左半张脸 麒麟纹身开启的刹那 上官兰气势暴涨 周围的空间产生扭曲碎裂 漫天都是珠网状的裂缝 幽姬来不及反应 只能眼睁睁看着上官兰的拳头 直听挺轰击在自己的鼻梁上 麒麟吼天地 一拳破万法 碰 幽姬游小的身影 冲出爆炸的余波 朝后倒飞 贴着血罗倒的地面不断滑行 撞碎上百座岩层 才堪堪停住 当幽姬从深坑里爬出来 浑身浴血 鼻梁断裂歪斜 左眼一片紫黑 鼻血顺着抽搐的法令纹低落 上官兰的声音 隔海传来 铜的遗物 你驾驭不了 这句话让幽姬怒火中烧 却无法驳斥 他确实无法完全驾驭成年体的亡谷骤龙 否则怎么可能抵不过麒麟血脉 与此同时 一道黑影在海底前行 鬼脸面具一闪而过 鲁鲁 莎莎 这家伙要寄出亡灵之书了 轮到我们出场了 萧欣宇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从幽姬手中抢走亡灵之书 因为亡灵之书 是打开亡灵之门的唯一钥匙 第四九三章 黑袍降临 夺取亡灵之书 血罗倒 所有罗刹门成员 站在暴风雨中浑身颤抖 目光全部投向刚从深坑里爬出来的幽姬 上官兰刚才所展现的实力 让这些人重新认识了 玉兽帝这三个字 组合在一起是多么恐怖的词汇 海神号的甲板上 血忠的唇角 擒着苦涩的笑意 看向身影狼狈的幽姬 不由得暗暗讥讽 愚蠢的婊子 我曾经警示过你多少次 现在还不是罗刹门 跟上官兰宣战的最佳时机 你这婊子偏不听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罗刹门覆灭 已成定局 血忠再怎么悲痛 也无力挽回 但如果接下来 能够看到上官兰 用残忍的方式击杀幽姬 这对谢忠来说也是 唯一值得自我慰藉的地方 幽姬走出深坑 拖着亮枪的步伐 这个女人 失去大战开始前的光彩 徒留一副惨状 众目睽睽下的她 蹊跷流血 鼻梁断裂 肿胀的眼睛 只能睁开一条细缝 上官兰只出手了一次 而且是轻描淡写的出手 说不定只使用了三分力道 便要了幽姬半条命 双方实力之间的巨大差距 让罗刹门的成员们 丧失最后一丝斗志 门主大人 要不 要不我们投降吧 在极度压抑的气氛下 一名年轻的罗刹门成员 扛不住了 大声喊了出来 幽姬侧目 冷声道 你再说一遍 门主大人 我们投降吧 现在投降 起码能留一副全尸 蹭 先谢飞剑 幽姬的龙爪 掌握着一颗上 且还在炙热跳动的心脏 刚才那个提出投降的 罗刹门成员 一头栽倒在地 胸前的血窟窿 是那么骇人心目 还有谁要投降 幽姬的声音里 透着狂暴的杀意 这种对自己人 下死手的领袖 谁还敢效忠追随 罗刹门的成员们 只是愣了一秒 立即四散而逃 幽姬操控亡谷骤龙 释放龙之吐息 遮天蔽日的龙燕横扫大海 血罗倒化为人间炼雨 罗刹门所有成员 惨死在龙燕身处 尸骨无存 蟹中目睹了一切 不由叹气 仿佛瞬间苍老了一百岁 眼神变得浑浊暗淡 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粥 这该死的婊子 一个人 毁了整个罗刹门 蟹中气急败坏 胸口伤痕撕裂 内脏淤血 喉咙深处 翻涌阵阵血气 此刻的幽姬已经丧失理智 他操控亡谷骤龙 杀光了罗刹门所有成员 十分舌断的血罗倒上 幽姬置身于血泊之中 嘴角裂开最大弧度 就像来自鬼域的裂口女一样争鸣 上官兰 我还没有说 当一个人没有退路可言 便会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潜能 幽姬仰起头颅 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咆哮 亡灵之力从天地之间汇聚 大海就像一壶煮沸的开水 炙热滚烫 天地色变 苍穹被亡灵之力染成墨绿色 空气里飘荡着无数孤魂野鬼 海水里漂浮着蒸蒸白骨 幽姬的胸前浮现一本漆黑的古籍 古籍周围生成各种诡异的咒纹 以及灵魂体的灰色锁链 在锁链的穿梭之下 所有咒纹连接在一起 就像无数携手吟唱黑圣经的信徒 慕容静抬起头 同人阵战 这就是童大人用毕生心血谱写的 亡灵之书吗 白语低沉道 好恐怖的气息 陆明霄吞咽一抹口水 情不自禁凯探圣赞 童大人不愧是曾经的世界第一亡灵预售师 真是可惜啊 当幽姬寄出亡灵之书 这一战的规格再次攀升一个高度 就算此刻龙国三大将站在一起 依旧显得渺小 存在感全无 战场上为二可以称得上主角的角色 只有上官兰和暴走的幽姬 嘎嘣 幽姬咬断自己的右手食指 鲜血往外狂涌 化作一条条溪流 围绕亡灵之书旋转 还不够 嘎嘣 幽姬又咬断左手的食指 这个疯狂的女人 欲要用自己的鲜血 翻开亡灵之书 即便陷进了两根手指和大量鲜血 幽姬已经无法翻开亡灵之书的飞液 上官兰注视着这一切 红唇扬起讥笑的弧度 我说过了 以你的成色 还没有资格嫁与同的遗物 不可能 幽姬扯着婆罗斑嗓子嘶吼 直接用龙爪撕裂自己的胸口 为什么 为什么还是不行 哪怕幽姬用滚烫的心头血进行陷进 但依然扣不开亡灵之书的门飞此刻 沉浸在焦急和期待中的幽姬 还没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件工具 他依旧认定自己是天选之人 不断通过自残的方式献祭鲜血 试图翻开亡灵之书的第一页 上官兰没有阻止 而是一副看戏的表情 上官兰是他血绒与水的孢妹 他最了解妹妹的天赋是多么优秀 亡灵之书 可是上官兰耗费一生精力缔造的神话 区区一个幽姬 怎么可能将其驾驭 不 不是这样的 现在我才是亡灵之书的主人 我一定可以驾驭他 幽姬的执念太深 以至于走火入魔 他发疯一般自残 鲜血顺着密密麻麻的伤口喷涌 然而 亡灵之书悬浮半空 无动于衷 哗啦 海浪掀起 一道黑影横空出世 不速之客的登场 让原本归于沉寂的战场 再次沸腾 慕容静情绪激动 刚点燃的雪茄 从抽出的唇角掉落 嘿 黑袍人 有一种人 脱了马甲慕容静照样认识 有一种女婿 穿上黑袍慕容静就不认识了 雷鸣贯穿天空与大海 黑袍人随着一道闪电霹雳 突袭登场 幽姬还沉浸在 自残献祭的扭曲心境里 殊不知 一扇光辉四射的镜面 出现在她的身后 镜面里闪出一道曼妙的残影 美杜莎以人类形态登场 踩着红色高跟鞋的修长眉腿 燃起乌黑色的天灾鬼火 碰 美杜莎的长腿 犹如迅捷如雷的神边 狠狠抽在幽姬的后腰 腰椎错位的声音 被爆炸的声音所掩盖 幽姬从高空划过一道抛物线 坠入血罗岛深处的焦土深坑 产生二次爆炸 海洋深处传来地震 海底岩浆喷发 一只九尾狐狸冲出海面 一脚将血罗岛踏碎 九尾妖狐 不 是龙狐 九尾龙狐屹立在大海之上 九条尾巴随风摇摆 燃烧着紫金色的龙燕 他的头颅高傲扬起 头顶长出形状不规则的龙脚 一双龙铜散发出 僻逆天地的霸气 包裹龙铃的胡爪轻轻一拍 将刚爬起来的幽姬打入海底 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 让人来不及反应 等到所有人缓过神 九尾龙狐身上 闪烁妖艳的光芒 化作兽人形态 上官兰皱起眉头 这是他在这片战场上 第一次皱眉 他的目光 越过混乱的火海 和破碎的岛屿 落在黑袍人的身上 此时此刻 黑袍人站在一块 破碎的岛屿碎片之上 单手执掌亡灵之书 他的左边是一位身穿红裙 头戴金色王冠的蛇蟹美人 天灾鬼芒美杜沙 他的右侧是身姿绰约 面容冷艳的玉姐小狐娘 九尾龙狐带路 到手了 黑袍在狂风的吹拂下 烈烈作响 鬼脸面具之下 俊秀的脸颊 浮现略带匹帅的邪笑 第四九四章 陷入死局 燕蒙救场黑袍人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陆明霄神色严肃 陷入回忆 黄炎成的守城之战 陆明霄一己之力 对抗两只兽神体魔兽 本来灵力不足 幸亏黑袍人的出现 帮他一起守住了黄炎成 慕容金和白羽的脸上 也流露出回忆之色 这两人记得清清楚楚 当初就是这个黑袍人 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过交道的老熟人了 上官兰目光深邃 他的视线聚焦在黑袍人身上 眼底布满寒霜 内心腾起一阵杀意 不论 你这张鬼脸面具之下 是怎样的脸 今天你的性命 必须留在这片大海上 包括龙之泪 也要留下 上官兰曾经在大海上 追击过黑袍人 甚至动用了黑龙的力量 奈何黑袍人在冰死之际 拿出龙族三大智宝龙之泪 施展 时间回溯 因此侥幸逃脱 这一次 上官兰不会给黑袍人 任何逃走的机会 黑袍人的性命 以及龙之泪 他都要 莎莎 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撤 美杜莎微微点头 化作本体 一头身躯超过千米的黑色巨蟒 充当海上交通工具的角色 拖着萧星宇和受人形态的带路 在海浪中驰骋 欲要远离这片战场 黑袍人刚刚登场 又着急匆忙退出这个舞台 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就是萧星宇 事前计划好的步骤 一开始躲在大海暗处 伺机而动 等到幽机被上官兰消耗了半条命 并且祭出亡灵之书的时刻 萧星宇率领带路和美杜莎冲出海面 发起起息 幽机处于走火入魔的状态 根本来不及反应 被带路和美杜莎的偷袭 击沉大海 萧星宇也因此夺取亡灵之书 目前来说 一切都如萧星宇想象的那样顺利 但萧星宇清楚最重要的一点 登场容易 退场难 黑袍人登场的代价 是萧星宇同时服下两颗龙灵丹 药效只有十分钟 十分钟内 萧星宇必须逃出战场 并且躲过上官兰 以及龙国三军的追击 所以 萧星宇拿到亡灵之书的瞬间 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选择退场 玉珠 不好 美杜莎在海水中移动的速度突然下降 就像紧急刹车一样 让萧星宇无法站稳 依靠带路搀扶 才能勉强立于舌头之上 碰 这是一拳蕴含恐怖龙之力的重击 饱含愤怒的幽姬从海底冲出 一拳打在舌头的下巴处 美杜莎发出一声痛苦的乌液 巨大修长的身躯发生侧翻 萧星宇坠落大海 鬼脸面具被海水打湿 幽姬出现在亡谷骤龙的头顶上 鲜血染红的衣衫随风飘动 她的眼里充斥着恶毒与憎恨 愤怒就像一层冰霜染白她的头发 黑袍人久仰大名 我与龙国之间的恩怨 你一个局外人来凑什么热闹 在世人的眼光中 黑袍人没有国籍 没有性别 属于中立的阵营 大海深处 恢复受人形态的美杜莎 借助一道水浪突破海面 她的嘴角溢出鲜血 脸色惨白 幽姬的实力 已经超过十星御寿师 当她与亡谷骤龙共享力量 可以轻松压制龙国三大将 一拳将美杜莎打成重伤 也在情理之中 玉主 我们走 美杜莎咬破手指 在海面上创造一扇血色镜面 镜面的另一端 连接着另一片海域 只要穿过镜面 就能顺利逃脱 噼里啪啦 镜面破碎的声音 让美杜莎的心咯噔作响 亡谷骤龙发出一声怒吼 迎波震碎镜面的同时 蕴含俱立的龙尾横扫而来 美杜莎为了保护萧星宇 将其紧紧搂在怀里 用自己的后背 硬扛亡谷骤龙的神龙摆尾 沙沙 噗 美杜莎嘴里喷出大口鲜血 五脏六腑阵占一味 眼神逐渐涣散 另一边 带路开启本体形态 九尾龙虎仰天长笑 天空被血气染成飞红 云端中浮现一颗巨大的血色眼球 眼球里凝聚一道融合了九尾虎虎 和紫金龙面的剑矢 这是带路的杀手锏 视血铜弩 几乎抽走萧星宇的一半灵力 嗖 视血铜弩释放剑矢 血红色的利剑贯穿天地 朝着幽姬迎射而来 萧星宇深吸一口气 压力达到临界点 半空之上 亡谷骤龙的龙爪 死死握住血色鲁剑 鲁剑剧烈抖动 最后啪哒一声 被龙爪捏成粉碎 这就是实力上的差距 哪怕幽姬无法发挥 亡谷骤龙的全部实力 但他毕竟是成年体的纯种龙族 以带路和美杜莎目前的境界 以及萧星宇的操作极限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喉咙将其举起 萧星宇感觉呼吸窘困 意识逐渐模糊 他看不清幽姬此刻的嘴脸 只能听到对方那阴暗嘶哑的声音 黑袍人 你自认为是一个神秘的家伙 但这次交手 你已经暴露了许多 你的真实段位 恐怕还没到九星 或是靠陷阱 或是靠药物 强行提升灵力浓度 才能勉勉强强驱使九尾龙狐 和天灾鬼蟒吧 幽姬可是罗刹门的现任门主 没有足够的智商 他也混不到今天 在刚才短短几个回合的交手中 他发现黑袍人 根本不具备力量共享的能力 只是凡人之躯 意味着真实实力达不到九星 此时的处境 就是萧星宇计算过最坏的结果 亡灵之书拿到了 但逃脱失败 两颗龙灵丹 只能坚持十分钟 十分钟后 他连现在的自己都不如 但看幽姬眼里的怒火 他甚至不会等十分钟 而是现在就要杀掉萧星宇 把亡灵之书还给我 幽姬沉声滴鹤 萧星宇被幽姬锁喉 眼前一片漆黑 意识逐渐消亡 黑暗的视野里 萧星宇仿佛看到了熟悉的人影 王座之上 那个女人朝他伸出了手 萧星宇 我们的距离已经很近很近了 一向聪颖的你 还未察觉吗 听到上官同的呼唤 萧星宇的意识恢复一丝清明 他那模糊的视线扫过整片战场 最后定格在亡谷骤龙的身上 龙头扬起 大嘴张开 发出一声声震碎乌云的龙吟 佟前辈 我明白了 这一刻 萧星宇顿悟 亡谷骤龙的嘴巴 就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但此刻萧星宇面临最大的挑战 是如何逃脱幽姬的锁喉 可恶 这女人太强了 如果无法挣脱 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萧星宇无牌可用 陷入死局 生死攸关之际 那个男人 来了 第四九五章 萧烈焰 好久不见 来 混乱的火海深处 黑袍人遭遇史无前例的危机 幽姬哪怕被上官兰打掉半条命 凭借与亡谷骤龙共享力量 在龙之力的加持下 依旧展现出 轻松拿捏黑袍人的强横实力 强烈的窒息感 让萧星宇的思考能力骤然下降 眼前一片模糊 带路和美杜莎强强联合 也不是亡谷骤龙的对手 毫无疑问 这是让萧星宇 看不到希望的必死之局 明知道有死亡的风险 但萧星宇 还是出现在这种级别的舞台上 因为他必须拿到亡灵之书 必须遵守与上官同的约定 必须见到上官同 在魔神之眼的感知下 萧星宇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 那就是亡谷骤龙的嘴巴 就是通往另外一方世界的入口 可此刻他那脆弱的喉咙 被幽姬覆盖白骨龙龙的右手死死锁住 根本无法挣脱 幽姬有些恼火 他不知道萧星宇把亡灵之书藏到了哪里 只能一遍又一遍逼问 萧星宇拿到亡灵之书的瞬间 就将其收入系统仓库 幽姬就算扒掉他的裤衩 也找不到亡灵之书的半分影子 幽姬逼问无果 凶狠的视线落在萧星宇的鬼眼面具上 眼底逐渐浮现戏弄和玩味之色 黑袍人 你敢出现在这里 这份勇气值得本宫的认可 但登上这种世界级的舞台 对于渺小而又孱弱的你来说 还是太早了 幽姬的字里行间 都是对黑袍人的嘲讽和戏调 他只需要一只手 就能将黑袍人的命运 遏制在自己的掌心 捏死黑袍人 就如同才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所以 幽姬完星大起 没有立即杀掉黑袍人 而是抬起另一只手 朝着那张鬼脸面具探去 接下来 就让本宫亲自摘下你的面具 让世人看看所谓的黑袍人 究竟有一副怎样的真面目 鬼脸面具之下 萧星宇苍白的脸上 难得出现惊慌的神色 糟糕 如果他摘下我的面具 慕容书会怎么看我 上官蓝又会怎么看我 萧星宇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 尤其不想让慕容敬和上官蓝 看到自己这张脸 难道只能再次使用龙之类的力量了吗 萧星宇的心头满是顾虑 上一次使用龙之类的后遗症 历历在目 那种痛苦 远超魔神之眼失明的痛苦 触及灵魂深处 让萧星宇永生难忘 这是世界级的舞台 这是至高无上的战场 黑袍人与幽姬 成为舞台上最大的焦点 就连云层里释放的电光 就让我来揭晓你的真实面目吧 幽姬凶残的脸上闪烁着玩弄的坏笑 就在幽姬即将揭开黑袍人的面具时 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笼罩整座战场 幽姬神经敏感 察觉到身后袭来一阵寒意 无数恐惧因子瞬间充斥每一条血管 进而导致血液凝固 心脏产生一瞬间的骤停 蹭 燃烧着金色火光的苍茫剑气 犹如吞天势地的巨龙 以神明碾压之姿态 破开万青海面 瞬间斩断幽姬的左臂 痛绝神经开始手舞足蹈 幽姬发出凄惨的哀嚎 脚步虚浮 捂着断臂处的伤口连连后退 萧行宇获救 重获自由的瞬间 萧行宇单膝跪地 大口大口呼吸 让烧干的心肺恢复生机 是他 萧行宇回眸看去 剧烈颤抖的同人里 倒映着一个男人的身影 战场之上突然多了一方势力 那是一片规模 不亚于龙国海军的舰队 每一艘战舰上 都悬挂着火焰龙头的旗帜 这是燕蒙的旗帜 半空中悬浮着一头 浑身燃烧金色烈火的巨龙 与其说这是一头巨龙 不如说他只是一缕龙魂 即便没有实体 仅凭龙魂就能散发出 镇压全场的龙之力 足以见得这颗龙魂生前 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魔神之眼开启 萧行宇下意识碎碎面 竟记重龙族 看起来有些不修蝙蝠 嘴里还叼着一根狗尾巴草 凌乱的头发已经披肩 却不修剪 泛青的胡茶 覆盖下巴和两腮 也不曾打理修寡 即便如此 这个男人身上 依然散发出 让女性难以抗拒的独特魅力 萧行宇心中暗想 如果中年大叔有断位 那么这个男人 就是中年大叔的天花板 燕 燕蒙 燕蒙来了 他们来凑什么热闹 笑 萧烈燕 这家伙就是一个怪物 龙国三军陷入惶恐 这世界上 没有人不忌惮燕蒙 只因为燕蒙的盟主 是屹立在龙魂之上的那个男人 萧烈燕同时 这个男人 也是世界范围内 悬赏金最高的危险人物 萧行宇盯着萧烈燕看了半天 眼前的画面 逐渐与那张泛黄的老照片重合 这个男人 和照片上相比 沧桑了好多 但还是帅的 连我都要比起锋芒 萧行宇很少用帅字 称赞其他男人 只因萧烈燕的登场 在他内心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时 萧行宇的视线 聚焦在萧烈燕的右手上 那是一柄三尺长的利剑 形状酷似一片黑金色龙灵 周围缠绕着实体化的龙之力阴晕 这是龙族三大至宝之一 逆灵剑 萧行宇的目光扫过战场 不由震惊 刚才那一剑 劈开了整片大海 此时的大海 一分为二 中间的剑痕沟壑 伸到可以清晰目测 海底深处的岩层和淤泥 同时燃烧着永不熄灭的金色龙焰 能够对大自然 造成永久性伤疤的力量 正是出自萧烈燕的《惊天一剑》 想起来了 这是龙之呼吸第七卷里的 龙之呼吸 烈海 萧烈燕的出场 让战局变得扑朔迷离 海神号的甲板上 一向情绪稳定的上观蓝 绝美的容颜 产生扭曲的表情变换 那双眉眸里 积蓄着泛滥而又复杂的情感波动 好久不见 来 萧烈燕隔空凝视上观蓝 唇角勾起一模癖坏的笑意 不论屠龙大战发生了什么 不论龙王纪的结局是什么 不论消失的百年历史真相是什么 不论误会和偏见是什么 他每次见他都和少年时代一样 喊他一声 来 第四九六章 黑袍人账号 是时候升级了 战场陷入一片沉寂 任何一方势力 都秉承着敌不动我不动的战略原则 进入冷场的僵持状态 萧烈燕的余光 落在黑袍人的身上 眸光透着几分不同寻常的柔和 萧星宇心神微颤 看样子 他知道我就是黑袍人 看事只看结果 这是萧星宇分析一切的习惯 不论萧烈燕和上观蓝之间 有什么私人的恩怨情仇 结果就是他的出现 帮萧星宇解决危机 破除必死之局 萧星宇扪心自问 如果不是这个男人登场 现在他的鬼脸面具 已经被幽机摘下 身份暴露后该如何自处 但是想想就会感到一阵后怕 先是海底龙目 引导我获取青鼎圣龙的 玉兽金河和龙之呼吸 还有通过隐晦的方式 让我了解炼金术师这个职业 如今又在我身陷死局之际 出手就场 萧星宇抬起灿若星辰的眼眸 只是那个男人的身影 心中墨语 萧烈燕 你一直暗中帮我 是有所图谋 还是 萧星宇不想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 贸然下定论 也不想浪费脑力过多 胡思乱猜经此一事 他产生一个强烈的执念 那就是找个机会 和这个男人坐在一起喝杯茶 认认真聊一个下午 问出自己心中所有的疑惑 狱主 莎莎 你这伤 哎 怪我 身负重伤的美杜莎 回到萧星宇的身边 带露也从海底一飞冲天 落在萧星宇的面前 露露 你也伤得这么重 看着浑身是血的带露 萧星宇满是心疼和自责 不用担心 我没事 叶蒙来搅局 这对我们有利 带露焦急说道 咱们现在趁乱离开 不 现在不是离开的时候 萧星宇这句话 让带露和美杜莎当场愣住 美杜莎极力劝说 狱主 现在不走 本会就走不了 杀了幽姬 再走不迟 萧星宇做了一个深呼吸 此刻 他理智的可怕 从刚才被幽姬所猴 面临死亡的那一刻 萧星宇有所觉悟 黑袍人这个账号 在这种世界级的舞台上 强度明显不够用了 面对幽姬 萧星宇尚且毫无还手之力 那如果直接面对上官兰呢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萧星宇的觉悟 简单粗暴会成一句话 黑袍人账号 是时候升级了 露露 莎莎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把我送到亡谷骤龙的嘴里 萧星宇的声音 透着不容智慧的坚定 玉主 你 这是命令 美杜莎和黛露对视一眼 三者之间的默契 足以让萧星宇 省去解释的缓解 他这么做 一定有这么做的道理 这是狐狸与蛇共同的心声 他们永远相信 这个智绝天下的少年 哗啦 海浪翻涌 半龙化的幽姬冲出水面 踩在亡谷骤龙的头顶之上 他的左臂 已经被萧烈焰一键斩断 鲜血止不住流淌 看起来狼狈颓膛 萧烈焰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偷袭算什么本事 幽姬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 看起来就像换了失心风的泼妇 毫无形象可言 萧烈焰爽朗轻笑 无知的妖女 说的就像 你能正面接我一件似的 你 幽姬画到嘴边 又咽了回去 他的眼里除了愤怒 还有一层深深的恐惧 试问天下群雄戏 谁人不惧萧烈焰 这流传世界的玩笑话 可不只是玩笑那么简单 幽姬愿毒的眼神 盯着萧烈焰手中的逆灵剑 不敢硬上 转面一想 他手中有龙族三大质宝之一的逆灵剑 以我现在的状态 恐怕在他手中 撑不过三个回合 不 一个回合他就能杀我 强者在面对更强者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强烈的第六感 以及危机意识幽姬能够感知到 一剑就一剑 萧烈焰只要再挥一剑 就能送他下地狱 唯一破局的办法 只剩下不足半条命 幽姬变得冷静了许多 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分析 只有拿回亡灵之书 才有机会破局翻盘 冰死之际 求生欲可比求生欲管用多了 李治下的幽姬 环顾四周 寻找黑袍人的身影 人呐 骤然间 漆黑的鬼气 弥漫整片海域 美毒沙化作本体 天灾鬼蟒冲破海啸 巨大绵长的身躯 扶摇直上 硕大的舌头 不断靠近亡谷骤龙的龙头 这家伙要干什么 主动送死 幽姬站在龙头上 露出极度困惑的表情 万众瞩目之下 黑袍人以天灾鬼蟒的身躯为天梯 脚踩粗糙的蛇皮 朝着舌头方向攀登奔跑 转瞬之间 黑袍人来到舌头之上 此时 黑袍人距离亡谷骤龙的龙头 近在咫尺 露露 助我 九尾龙壶喷出一口龙溪风暴 在炙热狂风的吹拂下 黑袍人高高跃起 借助锋利的推送 直逼龙头 帅不过三秒 是一种特殊的计量单位 在众多大人物的注视下 黑袍人被亡谷骤龙一口吞入嘴里 整个世界归于死一般的安静 黑袍人错 就算人们没有亲眼目睹黑袍人死 但被亡谷骤龙吞入腹中的凡人之躯 还能活着吗 黑袍人死于龙口 似乎成为盖棺定论的事实 要说唯一的遗憾 那就是他神秘的面纱 到死也无人揭开 幽济陷入呆滞 他无法理解黑袍人送死的行为 与此同时 萧欣宇进入一个全新的空间 当他睁开眼睛 仿佛置身于一个刷满白漆的房间里 房间的墙壁上 逐渐浮现一闪闪黑色的门 门的数量越来越多 就像无数双眼睛盯着萧欣宇 出于本能反应 萧欣宇不敢靠近这些黑门 在魔神之眼的检测下 所有黑门都代表着死亡 童前辈 你在吗 萧欣宇产生本能的恐惧 而且这种情绪不断膨胀 无法抑制 他只能尝试呼喊上官童 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亡灵之界也如同一滩死水 突然间 所有黑门的门缝里 溢出黑色的潮水 潮水越积越多 慢过萧欣宇的脚踝 膝盖 腰身 在求生欲的影响下 萧欣宇拼命往上游 努力浮出水面 但随着黑色潮水的增加 房间几乎被填满 萧欣宇的脑袋 已经顶到天花板 潮水的水面 距离天花板 只剩下十公分的距离 萧欣宇只能把鼻子和嘴巴 入在水面之上 艰难地获取稀薄的氧气 这是人类的本能反应 无论萧欣宇的意志 再怎么强大 他的身体 也会自动去做 这些求生的动作 同前辈 你到底在哪 萧欣宇不得不承认 自己已经乱了阵脚 进入龙口之后 他并没有顺利找到 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而是被困在这个 莫名其妙的空间里 潮水上涨 氧气殆尽 萧欣宇的心肺功能 急剧下降 意识再次陷入模糊 第四九七章 上官同 继承我的一切 可否 怎样才算最接近死亡的瞬间 萧欣宇被幽击锁猴的刹那 已经很接近死亡了 但够不到罪子 那一刻 萧欣宇所在的环境 是全开放式的环境 周围的人货物 稍有变动 就能干扰他的死亡路径 事实也是如此 萧烈焰的出现 干扰了局势 让萧欣宇脱离死神连道的收割范围 但此时萧欣宇所处的环境 是全风蔽湿的环境 他甚至已经脱离了现实世界 被困在这光怪陆离的诡异空间 现实世界里的任何人 都感知不到他的存在 更不可能对他出手相救 同理 现实世界里任何变动 也无法拦住他 走向死亡的脚步 黑色潮水几乎填满了房间 萧欣宇无法获得一丝氧气 眼前一片昏暗 依靠本能抽动着四肢 在水中剧烈挣扎 一个人哪怕绝望透顶 选择跳河自尽 在沉入河底的过程中 也会因为求生欲的爆发 而挣扎后悔 这就是凡人之躯的局限性 即使万般绝望 也无法挺直 要被直面死亡 就在意识彻底溃散的前夕 萧欣宇眼前浮现走马灯一样的环灯片 从考入青龙学院 再到灯灵血罗岛之战的舞台 一切的一切在眼前闪烁流转 姐姐萧若雪 心爱之人慕容惺惺 已故地望与成城主温雅 每一个萧欣宇在意的人 接连不断在脑海里登场 六经 日出真美 日出之美 在于她脱胎于最深的黑暗 恍惚之间 萧欣宇回忆起休学旅行的日子 天王山之巅 她和慕容惺惺 并肩坐在悬崖边 欣赏日出云海 慕容惺惺惺无意间的一句话 仿佛具有强大的魔力 跨越空间和时间 此刻在萧欣宇的脑海里 发出深深的回响 日出之美 在于她脱胎于最深的黑暗 六经 谢谢你 萧欣宇慌张的神色一扫而空 唇角放松后 流露出示然的笑容 她强迫自己放弃挣扎 任由这具缺氧的身躯 沉沦在黑色潮水之中 随着萧欣宇的下沉 黑色的潮水改变了颜色 房间的墙壁 就像白漆脱落一样 浓郁的白色浆水 融入黑色的潮水 两种颜色互相稀释 变成了神秘的灰 萧欣宇的身躯不断下沉 浸泡在灰色的世界里 渐渐的 萧欣宇意识恢复 缓缓睁开魔神之眼 此刻她站在一片灰色的荒地上 周围寸草不生 天上也没有太阳和月亮 萧欣宇视野里唯一的事物 就是眼前处立着一扇灰色的大门 我找到了 萧欣宇的声音是那么颤抖 她抬起右手 心跳如雷鼓 激动的情绪横扫全身 仿佛一股无尽的能量 源源不断涌上心头 哒哒哒 萧欣宇的右手骨节 连续三次扣响沉重的门飞 灰色大门中间的缝隙 渗出一些灰尘 徐徐朝着两侧敞开 萧欣宇心跳加速 迈开脚步 走进大门之中 眼前是一座充斥着腐朽与死气的神殿 大殿两侧 屹立着一尊尊不知名的白骨神像 有人形态 有兽形态 这座神殿 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天花板 萧欣宇的头顶上方 是一座巨大如山的白骨红钟 中身表面 燃烧着灰色的皱纹 中央部位呈现霸气凛然的龙头浮雕 魔神之眼的瞳孔剧烈摇晃 萧欣宇目露震惊 神器系御兽 灾神谷中 这是萧欣宇第一次接触神器系御兽 在全球变异进化的过程中 不只是生命体的演绎 有些特殊的非生命体 也在时代的洪流中 完成匪夷所思的一变 这就是神器系御兽诞生的缘由 萧欣宇抬高视线 狂热的眼神顺着大殿中央的台阶 不断攀爬 直至登顶 台阶的顶峰 是一张白骨堆砌的王座 王座之上 一个美道不可方物的女人 以慵懒随性的姿势坐在那里 这个女人的脸 萧欣宇无比熟悉 因为和上官兰一模一样 要说细节上的区别 那就是灰色的瞳孔 以及灰色的长发 这个女人散发着死气沉沉的气息 仿佛她就是死亡的代名词 上官童 曾经闻名全球的 世界第一亡灵御寿师 女人微微抬眸 毫无感情的眼神 锁定萧欣宇的刹那 灰色瞳孔里 总算有了一丝人类的温度 我果然没看错你 你找到了这里 萧欣宇不知为何 已经热泪盈眶 声音有些哽咽 同前辈 女人起身 神情庄重 朝着台阶下方的萧欣宇 伸出双手 萧欣宇 欢迎来到我的亡灵国度 这就是脱离于 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方世界 也是上官童 亲自创立的亡灵国度 在萧欣宇之前 没有任何人能够抵达这个国度 亡灵国度 会将活人和死人 拒之门外 萧欣宇就像一把灰色的钥匙 破例打开了灰色的大门 她是第一个造访这里的客人 也将是最后一个 在上官童的注视下 萧欣宇一步一步登上台阶 来到上官童的面前 近距离看 上官童的美精为天人 她身上没有一丝亡灵御寿师 该有的煞气和邪恶 反而气质如蓝 淡如轻菊 萧欣宇的魔神之眼 下意识看向上官童身后的披风 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帝王披风 看起来更像是一件女子的嫁衣 这件嫁衣 呈现朦胧的幽黑 薄如蝉翼 但表面仿佛长满了妖艳的眼睛 萧欣宇热血沸腾 不禁惊叹 神气细欲兽 名女嫁衣 你很识货 看来你这双眼睛的构造 确实超出我的理解范畴 上官童抬起手 轻轻抚摸萧欣宇的眼睛 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上官童 一名被诅咒的亡灵御寿师 萧欣宇有些紧张 声音支支吾吾 我 我叫萧欣宇 是一名御龙师 御龙师 嗯 很好 上官童对御龙师这个职业很敏感 因为会让他回想起自己的包解上官兰 你能来到这里 说明你通过了我的考验 直面死亡 就是打开亡灵国度大门的钥匙 亡灵国度存在的根基 就是对非黑即白的驳斥 黑与白并非完全对立 生与死并非两个极端 这里是亡灵国度 这是介于黑与白 生与死之间的灰色地带 萧欣宇 你是一个适合走上 亡灵御寿师之路的好苗子 继承我的一切 帮我继续寻找一个答案 可否 第四九八章 背负诅咒 王的诞生 可否二字 是上官童对萧欣宇的尊重 他不强迫萧欣宇 继承他的一切 他给萧欣宇自主选择的机会 我愿意 萧欣宇不假思索地回答 让上官童古波不惊的谋底 闪过一丝诧异 你答应得这么干脆 嗯嗯 上官童沉默了一会 语气低沉 以你这双 可以看透万物的眼睛 应该知道 继承我的一切 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代价就是 萧欣宇抢答 诅咒 上官童提起一口气 不惊摇头 果不其然 你这双眼睛 真是 让我看不透呢 接下来 在他的左侧臂膀 且靠近胸口沟壑的位置 有一道灰色的咒印 若隐若现 说说看 在你眼里 这是一种怎样的诅咒 萧欣宇看愣了神 魔神之眼的基础形态 根本无法解构 这个诡异的诅咒 同力提升 万花筒模式开启 萧欣宇的眼眶一出鲜血 犀利的目光 就像一柄手术刀 插入上官童左肩部位的 咒印诅咒 好复杂的诅咒 哪怕萧欣宇 开启万花筒模式 魔神之眼 也需要大量时间观测 艰难分析诅咒里的 每一项数据 不知过了多久 萧欣宇瞳孔地震 上官童一直在观察 这个稚嫩青涩的少年 浅笑问道 你看到了什么 永恒 无止境 无法甩掉 同前辈 这个诅咒 是我见过最可怕的诅咒 它不死不灭 甚至会让宿主 成为它的一部分 所以 萧欣宇在惊恐中恍然大悟 再次直视 上官童的灰色眼眸 你说的没错 所以现在的我 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了 萧欣宇眼前的上官童 早已不是曾经的 世界第一亡灵御寿师 而是诅咒本身 或者说是诅咒的一部分 为什么世人认为 上官童陨落 因为成为诅咒本身 在人类的普世观中 这和死亡无异 任何人无法进入亡灵国度 上官童也无法离开这里 对于现实世界而言 它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只有萧欣宇 能与死亡后的上官童 进行近距离的交流 此时 萧欣宇内心掀起一阵波澜 她试图用魔神之眼 分析破解诅咒的办法 别白白浪费 你那宝贵的同力了 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 如果已染上这种诅咒为代价 你还愿意继承我的一切吗 我愿意 这一次 萧欣宇还是秒答 脸上没有一丝迟疑和犹豫 上官童微微皱眉 露出不解的神情 美如仙子生疑 继承我的一切 你会染上这种诅咒 这种诅咒 都达不到 无法与玉兽共享力量 一句凡人之躯的寿命 不过百年而已 根本经不起诅咒的抽取 既然你这双眼睛 能够计算万事万物 你算一下 你继承我的一波后 还能活几年 萧欣宇停顿片刻 回答道 三年 对 最多三年 三年后 你的结局就如现在的我一样 寿命被诅咒抽取殆尽 沦为诅咒本身 萧欣宇 即便如此 你也愿意继承我的一波吗 我愿意 萧欣宇这次回答 依旧没有丝毫顾忌 目光里只有坚定 你一点都不怕 也怕 但我会在三年内 晋升九星御寿师 与御寿同寿 超越凡人之躯 上官同点了点头 换做其他人 说这种大话 会融为笑柄 但你说 你在三年内晋升九星 这我相信 但晋升九星之后呢 我当初也是与御寿同寿 但诅咒抽取寿命的速度 会不断增加 甚至超过龙族御寿的寿命 如今蓝和燕 他们都还活着 我却死了 你确定要不我后尘吗 萧欣宇 露出一个微妙的笑容 同前辈 你三分钟前说过一句话 继承我的一切 帮我继续寻找一个答案 可否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不就是希望我帮你寻找 破解这个诅咒的办法吗 或者说 希望我找到永生的法门 萧欣宇的每一句话 直击上官同浑浊已久的灵魂 何为永生 换言之就是无限寿命 自古以来 追求永生 向来是一代代 龙国人最大的执念 既然这个诅咒 是一种强行抽取寿命的诅咒 那如果宿主达到 无限寿命的永生境界 诅咒便不攻自破 萧欣宇 我必须提醒你 追求无限寿命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知道 但我喜欢这种 超越极限的挑战 挑战输了 就会失去一切 如同现在的我一样 萧欣宇随心一笑 英俊的脸上 写满从容和优雅 输了不就是一死吗 何惧之有 同前辈 如果怕死 我又有何资格 立于这灰色的神殿之上 上官彤看着眼前的少年 为之动容 他知道 自己苦心缔造的 这座亡灵神殿 迎来一位新的主人 萧欣宇 亡灵之书 同前辈 给你 萧欣宇从系统仓库 提取亡灵之书 双手递给上官彤 把手指给我 萧欣宇抬起右手食指 上官彤俯身低头 用背驰咬破 萧欣宇的手指 鲜血顺着他的嘴唇 滴落在亡灵之书的封面 神殿掀起腐朽的狂风 亡灵之书 化作一道灰色的光芒 注入萧欣宇的体内 同前辈 我头疼 忍住 神士不要设防 接纳我给你的一切 萧欣宇双眸紧闭 汗水尽头衣衫 他的头发变成灰色 瞳孔变成灰色 这些特征 与上官彤完全一致 萧欣宇感觉左肩部位 产生一股灼热的疼痛 一枚与上官彤彤款的诅咒印记 攀附在萧欣宇左肩的皮层之内 挥之不去 当萧欣宇睁开眼睛 上官彤美艳的脸蛋上不满惆怅 同前辈 您怎么了 我不知道 让你继承我的一波 是害你还是助你 萧欣宇一脸乐观 露出灿烂的微笑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世界第一亡灵御寿师 我会替您找到那个答案 至此 黑袍人账号迎来逆天升级 等到萧欣宇离开亡灵国度 现实世界将迎来亡的诞生 背负诅咒 黑袍为王 第四九九章 世间再无黑袍人 只因君王降凡臣 离开亡灵国度之前 萧欣宇有很多问题 想问上官彤 尤其是关于屠龙大战和龙王记的故事 以及他对上官蓝 萧烈焰和司奉这三人的了解 但现在萧欣宇没有足够的时间听故事 因为现实世界里 还有一场仗要打 况且 龙灵丹的药效时间所剩不多了 他必须尽快让血罗岛之战落下帷幕 并且以最完美的方式退场 时间紧迫 萧欣宇只问了一个问题 佟前辈 你似乎有心事 有问题想问我 萧欣宇的脸上突然泛起红韵 整个人看起来有些扭捏 比平时腼腆了许多 佟前辈 冒昧问一下 您是我的 母亲吗 萧欣宇的声音有些颤抖 他满脸写着 小心翼翼和紧张期待 这个问题 困扰了萧欣宇很久 自从他接触到 冥王卷轴的刹那 内心对上官彤 就产生了不一样的倾诉 他在亡灵领域的天赋 异于常人 可以轻松接纳 上官彤创造的任何杰作 理论上讲 这或许就是血脉遗传 上官彤微微一愣 玄机露出和蔼的笑容 难怪你见到我第一面的时候 会流下热泪 原来你猜测我是你的母亲 如果你是我的儿子 那真是一件性事 但很遗憾 我并不是你的母亲 上官彤死前 一生未嫁 没有留下任何子嗣 况且 屠龙大战结束后不久 他就被诅咒抽光了所有寿命 走到生命尽头 屠龙大战 距今已经过去百年之久 难不成十九岁的萧新宇 活了一百多岁 这其中无法逻辑自洽 又或者隐藏着 被某种力量修改的历史真相 萧新宇无奈叹息 眼神落寞 我的父母究竟是谁 这个问题 萧新宇目前没有任何头绪 对了 同前辈 等以后有时间 您能给我讲讲 关于屠龙大战 以及龙王记的故事吗 萧新宇提到屠龙大战和龙王记 这勾起了上官彤的回忆 他的眼里 泛起各种复杂情感汇聚的波澜 难以平息 关于那个时代的故事 我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 我需要时间整理一下思绪 下一次有机会讲给你听 萧新宇新潮澎湃 无比期待下一次 与上官彤开怀畅聊的机会 上官彤是龙国圣龙时代的 四大人物之一 也是屠龙大战的亲历者 私奉已是 上官蓝嘴言 又善于隐瞒 如今萧新宇想要了解 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 只能通过上官彤和萧烈焰来了解 上官彤是诅咒的一部分 萧新宇继承了上官彤的一波 诅咒也植入她的体内 换言之 上官彤的神识 就在萧新宇左肩的诅咒印记里 成为萧新宇身体的一部分 同前辈 我继承了您的一切 以后 我称呼您为师父 怎么样 这么说来 我还是第一次收徒 是我的荣幸 上官彤很满意她和萧新宇之间的师徒关系 我准备好了 我要返回现实世界的战场 萧新宇握紧拳头 脸上燃起汹汹的斗志 上官彤化作一道亡灵之力 融入萧新宇左肩的诅咒印记里 它是诅咒的一部分 又或者说是诅咒本身 萧新宇从继承亡灵之书那一刻起 她和上官彤就紧密连接在一起 无法分割 若是有一天 萧新宇能够找到无限寿命的法门 破除诅咒 上官彤或许就能以复活的形式 活生生站在她的面前 萧新宇抬起手 轻拂左肩位置的诅咒印记 手感冰凉 师父 这诅咒有名字吗 灰烬 萧新宇凭借自己的理解 脸上浮现一抹孤独 低声碎碎念 灰烬诅咒 灰暗的世界里一人独行 直至世界尽头 上官彤的声音 直接出现在萧新宇的脑海里 萧新宇 我要提醒你 你只是继承了我的一切 但这些力量 需要你用漫长的时间 和大把的精力去消化 结构以及提炼 希望有朝一日 你能超过当年巅峰的我 寻找到那个 我穷其一生也未触及的答案 萧新宇重重点头 师父 您的教诲 我听到了 下一刻 亡灵国度开始颤抖 亡灵神殿迎来新的主人 一件薄物般的黑纱风衣 轻轻搭在萧新宇的肩膀 这是神器细玉兽 名女嫁衣 亡灵之书 悬浮在萧新宇的右掌之上 她那张风神俊朗的脸庞 展露一正一邪的微笑 全军听令 随无出征 神殿之上 所有诡异神秘的石像 解除石化 星红之眼蹦射精芒 殿外的荒芜之地 浩浩荡荡的亡灵骑士团 与蠢蠢欲动的亡灵兽朝 同时发出振奋军心的怒吓与嘶吼 同一时间 不同地点 血罗岛战场 方才所有人亲眼目睹 黑袍人被亡谷骤龙吞噬 没有人相信 黑袍人还能存活 世间再无黑袍人 似乎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 慕容静盯着盘旋在乌云深处的亡谷骤龙 内心有些不适 黑袍人对于龙国来说 是一个危险人物 如今目睹 他死于龙口 也算一件性事 为何我却有些心神不宁 这就是岳父大人 与宝贝女婿之间的心电感应 说不清 道不明 此刻战场上情绪最为激动的人 莫过于幽击 他站在亡谷骤龙的头顶上 用力跺脚 面目扭曲 八 亡灵之书 吐出来 你这头愚蠢的龙 必须服从本宫的命令 吐出来 在幽击的认知里 黑袍人一介凡人之躯 被吞入龙口后 必然化为一滩浓水 但亡灵之书 可是上官同毕生心血 龙的胃液也无法将其消化 吐出来 赶紧把亡灵之书吐出来 对于幽击来说 亡灵之书 是他逆风翻盘的最后机会 之前献祭大量鲜血 和几根手指 尚未开启亡灵之书 就用自己的眼珠 作为献祭的代价 势必要开启亡灵之书 扭转当下的不利局势 刹那间 天地巨变 一股空前庞大的亡灵之力 笼罩大海 海水沸腾 滚烫的浪花 敲凑着密集的古典 仿佛是在迎接王的诞生 好重的魔切 不好 大量水系魔兽 朝着血罗岛汇聚而来 全军听令 准备迎敌 浩瀚无垠的亡灵之力 他们双目血红 发出凶残的咆哮 殊不知自己的存在 只是那位王诞生的祭品 盘旋在高空的亡谷骤龙 突然龙躯僵直 龙头不停抖动 龙尾产生竞篮 碰 亡谷骤龙瞬间爆炸 这让战场上所有人毫无准备 脸上纷纷爬满震惊 爆炸后的亡谷骤龙 化作无数白骨碎片 洋洋洒洒 宛如一场圣洁的白雪 亡灵之书 重现人士 悬浮在半空 将所有白骨碎片吸收土 上官蓝瞳孔军裂 嘴皮微微抖动 同的气息 大海中央 生成一口巨大的灰色漩涡 就像倒映在海面上的巨人眼珠 深邃而又诡秘 漩涡之中 爬出密密麻麻的亡灵骷髅战士 大海顷客沦为一片白骨汪洋 这些骷髅战士的行动 仅然有序 他们互相配合 用自己的身躯进行堆叠 搭建一条通往高空的白骨阶梯 白骨阶梯的顶端 出现一张由骷髅头骨堆砌 香气而成的王座 在世人的注视下 灰色的海流漩涡里 走出一个神秘男子 男子身披黑雾一般 缭绕的名女嫁衣 脸庞被一张白骨面具遮挡 只露出一双灰色的眼眸 灰色的头发随风飘动 燃烧着亡灵之火的罪恶王冠 缓缓落在男子的头顶 这是谁 浩强的压迫感 他 他是黑袍人 不可能 黑袍人被王骨骤龙吞掉 早就化为血水了 白骨面具之下 萧欣鱼裂开唇角 他抬起修长的双腿 一步一步走上白骨阶梯 朝着王座而去 世间再无黑袍人 只因君王降凡尘 第五百章 永夜君王 只手遮天 一望无际的大海 疯狂咆哮着 把无尽的能量倾泻而出 飓风裹挟海浪 一道道贯穿天与水的龙卷 似是愤怒 似是哀嚎 似是向世间倾诉 对王的崇拜 分崩离析的血罗岛战场 所有人的目光 聚集在神秘男子的身上 萧欣鱼头戴罪恶王冠 身披名女嫁衣 白骨面具 可以遮住英俊不凡的脸颊 却掩藏不住 蔑视万物的眼神 大 大 大 萧欣鱼每登上一个白骨台阶 脚步声都会响彻天地 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神 海啸翻涌 亡灵骑士团 出现在堆叠的海浪之间 他们浑身白骨 手握骨剑骨毛 骑成着燃烧烈火的骷髅战马 以最虔诚的姿态 追随着即将登基的王 当萧欣鱼登顶白骨阶梯的末端 站在骷髅王座的一旁 所有人如临大敌 混沌的空气 在这一刻陷入凝固 人们连呼吸都感到窘困艰难 萧欣鱼转身 面对整片战场 微微弯腰 以最随意的姿态 坐在骷髅王座之上 这一刻 亡灵骑士团纷纷下马 丹西跪在海浪之中 就像一个个忠实的信徒 灰色的海流漩涡里 飞跃出大量亡灵御兽 他们冲破水浪 在高空完成自爆 砰砰砰 这些自爆的亡灵御兽 看起来就像绚烂的烟花 扑满被鲜血染红的苍穹 一声声骨骼的炸裂 魏王的诞生 献上最响亮的礼炮 萧欣宇的身边 出现两个兽人系美女 带路易改往日的形象 她的狐狸耳朵 燃烧着苍翠欲滴的亡灵之火 胶躯覆盖一层白骨铠甲 十条狐狸尾巴在风中飘荡 犹如石根篡动的火苗 在亡灵之书的影响下 带路的段位 暂时提升至是神体 一阶 亡灵形态 十尾幽龙湖 另一旁的美杜莎 也开启了全新的形态 她一袭红裙变成灰色 长发被一根玫瑰发簪盘起 身后浮现出遮天蔽日的巨蟒虚影 亡灵形态 灾厄吞天蟒 等级也暂时达到是神体 一阶 这两位兽人系美女 一左一右 陪伴在萧星宇的身边 轰隆 一道灰色闪电刺破天幕 亡与亡之双翼 正式亮相世界舞台 她就是黑袍人 带路和美杜莎的出现 佐证了神秘男子的身份 此刻 这座坐在骷髅王座上 以至高姿态 俯视战场的男子 就是此前那个 被幽姬锁后的黑袍人 这不可能 她被亡谷骤龙吞掉 按理说活不了 那只狐狸和蛇 就伴随在她的身边 她不是黑袍人 还能是谁 好强的压迫感 这家伙该不会 她似乎成为了 亡灵之书的新主人 此时燃烧着灰色火焰的 亡灵之书 就像拥有自主意识的精灵 围绕着萧星宇盘旋飞行 战场角落 幽姬目瞪口呆 当她缓过神 眼里迸发无尽的愤怒与嫉妒 黑袍人 你这该死的家伙 亡灵之书 是本宫的宝物 你速速还来 亡谷骤龙已经化为碎片 被亡灵之书 吸收 幽姬现在 被迫开启御寿诗文章 祭出平时惯用的本命御寿 汗海震荡 妖气横行 海面开始焚烧 一只巨蟒冲出火海 发出刺耳的鸣叫 它拥有八颗舌头 每一颗舌头面目可增 锋利的獠牙往外喷射 带有腐蚀性的粘液 坚硬的蛇灵 就像锋利的刀刺 蛇灵之间的缝隙 不断移出幽黑阴暗的妖火 妖神系御寿 八旗大蛇 这是幽姬的本命御寿 在她识得《亡灵之书》 之前 八旗大蛇 就是她麾下最强的御寿 八旗大蛇的等级达到兽神体 三阶 距离突破是神体 只差一步 对于暗黑御寿师来说 等级的差距 可以通过血迹咒术来弥补 幽姬为了夺回《亡灵之书》 她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徒手挖出自己的左眼 鲜血淋漓的眼球 在半空划过一道弧线 落入八旗大蛇的嘴中 幽姬不顾丧眼之痛 顶着满脸的鲜血 嘴里吟唱着血迹咒语 天地之间浮现血色法阵 法阵中央的八旗大蛇 身躯剧烈抽搐 蛇灵高高隆起 八颗舌头就像充气一样 快速膨胀 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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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八次爆炸 八旗大蛇开启新的形态 八颗舌头 全部爆裂开来 每一颗舌头 都像集了四分五裂的石人花 血肉翻滚的喉咙里 布满尖锐的利齿 这是幽姬通过血迹咒术 献祭自己的一颗左眼 让八旗大蛇突破晋升 踏入是神体 一接晋升为黄泉形态 八旗神马 幽姬虽然癫狂 但头脑清醒 他不知道 黑袍人为何死里逃生 并且蜕变成这般强大的王者 他只知道 抢回亡灵之书 自己这条命 才有可能保住 属于我的东西 本宫必须拿回来 幽姬喊破喉咙 蓬勃的灵力尽情释放 八旗神马旗在海啸上飞速如动 八颗头颅 同时朝着骷髅王座上的消心语 撕咬而去 不断降温的空气里 寒霜凝结 同时流淌着狂暴的黄泉之力 在没有亡灵之书 和亡谷骤龙的加持下 幽姬的实力也不差 处在九星巅峰 然而 九星这个段位的御寿师 在如今的萧星宇面前 已经不够看了 沙沙 是 御主 萧星宇只是换了一声美杜沙的昵称 美杜沙便领会了她的意思 美杜沙抬起白嫩的右手 锋利的指甲从胸前划破肌肤和血肉 从体内抽出一根灰色的骨刺 骨刺燃烧着亡灵之火 犹如一柄三尺长剑 美杜沙挡在萧星宇的面前 单手拎着骨刺 眸光灵力如电 释放亡灵战绩 灾厄审判 蹭 美杜沙挥动骨刺 一道剑气横扫战场 贯穿天海 恐怖的灾厄之力 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 藏在迅猛的剑气之中 以死神审判之姿 顷刻扭断八旗神莽的一颗头颅 难以承受的剧痛 刺激着八旗神莽的神经中枢 失去一颗头颅 让她眼里的凶残火焰瞬间熄灭 美杜沙依旧维持着兽人形态 站在萧星宇的身边 要知道 兽人形态 是攻击力最差的形态 美杜沙没有化作本体迎战 是对八旗神莽最大的讽刺和轻蔑 这就是经过《亡灵之书》 强化的美杜沙 刚才略微出手 只是她真实实力的冰山一角 这家伙 突然变得这么强了 忧击见状 星辰到谷底 眼前的黑袍人 已经不是之前那个 被她轻松锁喉的黑袍人了 萧星宇缓缓起身 扯掉披在肩上的明女嫁衣 白骨面具之下 红润的唇角 挡开优雅的弧度 黑暗是无与伦比的乐章 我称之邀请在场的各位 见证永夜的降临 上官兰抬起眼眸 只是白骨阶梯之巅的男子 他仿佛在这个男子的背后 看到了上官童的虚影 童 他要利用神器细域兽 明女嫁衣 发动 遮天 上官兰 了解妹妹上官童的一切 萧星宇的声音 犹如地狱领主的祷告 沧桑嘶哑 永夜降临 第501章 永夜君王 VS龙国女帝 白骨阶梯之巅 萧星宇大手一挥 明女嫁衣随风舞动 犹如一层自由的薄纱 朝着天穷顶端飘荡而去 萧星宇释放灵力 灰色的瞳孔 绽放绚烂的霓虹 几乎在一瞬之间 天空陷入无尽的黑暗 明女嫁衣 就像一块无限膨胀的黑色幕布 避住太阳 遮挡天空 让世界坠入冰冷枯寂的永夜 天怎么突然黑了 呼吸变得困难了 头好晕 这种旋运感 根本无法抗拒 萧星宇利用神器系御兽 明女嫁衣 发动 遮天 这不仅给世界带来永夜 还会造成人们的精神混乱 导致产生无法抵抗的旋运感 至此 永夜君王降临于世 他的存在 带给整个世界强大的压迫感 众所周知 亡灵系产物 在黑夜中可以获得翻倍的力量 永夜降临后 亡灵骑士团士气高涨 亡灵受潮犹如海啸 他们在大海上欢呼雀跃 手舞足蹈 一起迎接永夜君王的诞生 黑暗的战场角落 幽姬感觉自己的如同封印在南极冰川之下 浑身每一个骨节都变得格外僵硬 就连心脏的跳动也失去了原有的蓬勃 体内的血液似乎凝固一般静止 一股寒意袭来 幽姬凭借丰富的战场经验 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但依旧为时已晚 一只包裹着亡灵之火的巨大白骨之手 从黑暗中探出 瞬间锁住幽姬 幽姬的凡人之躯 在这只骨手之下 就像渺小的蝼蚁 这一刻 幽姬陷入极度的恐慌 他感觉自己这条命 被活生生摁在断头台上 骨手轻轻收缩 幽姬全身剧痛 骨骼断裂的声音 此起彼伏 做出一曲华丽的乐章 肖兴宇的身边 高贵冷艳的脸蛋上 难掩浓厚的杀气 这一只死死掐住幽姬 那副残破身躯的巨大骨手 就是他十条尾巴之一 幻化成的杰作 碾压 无情般的碾压 在永夜君王面前 幽姬莫说还手的力气 他甚至不如一只蝼蚁 何来反抗之说 幽姬每次因为窒息而战红的脸 很快就会因为 深入骨髓的恐惧 而转化为厉鬼一般的煞白 他的喉咙在骨手的遏制下 发不出一丝声音 只能通过可怜的眼神 发起求饶 肖兴宇的声音 经过亡灵之火的锤炼 雄魂而又沧桑 穿透利堪比原门射击 直击幽姬的心脏 你不是说 登上这种世界级的舞台 对我来说还太早了吗 现在你还觉得早吗 幽姬无法回答 颤抖的眼眸里 只有深深的恐慌 在他的字典里 已经没有早这个字了 因为他会死于 这片永夜的黑暗 再也看不到 明早升起的太阳 带路眸光翼领 操控虎尾鼓手 就像投掷千球一般 将幽姬抛向高空高空之上 浮现白骨打造的十字架 幽姬的身体 被四颗淬满毒液的骨钉 狠狠定在亡灵十字架之上 无法动弹 肖兴宇一个闪身 脚踏鼓梯 出现在幽姬的面前 亡灵之书 从黑暗中飞缩而来 落在肖兴宇的掌心 这是你做梦 都想驾驭的力量 对吧 幽姬冰死之际 眼里依旧燃烧着贪婪的欲望 他无比想要拿到亡灵之书 并且成为他的新主人 但他陷进了那么多代价 却连亡灵之书的封面 都无法翻开 肖兴宇意念一动 死寂的黑暗中 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幽姬的瞳孔 恨不得撕裂般的放大 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他亲眼看到 眼前这位永夜君王 只需动用意念 就能将亡灵之书 从头到尾翻一个遍 书页翻飞的哗啦声 就像无情的嘲笑 在幽姬最后一丝尊严上 踩下最后一脚 肖兴宇就是在炫技 他要让幽姬在死之前 明白一件残酷的事实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驾驭亡灵之书的人 只有他这个永夜君王 巨大的天赋差距 让幽姬丧失最后的求生欲望 骷髅面具的下方 肖兴宇露出玩够了的表情 灰色的瞳孔里 浮现抹杀一切的戾气 你这旧时代的惨党 在我的时代里 已经没有在你的破船了 黑色的大海里 冲出一条浑身散发 灾厄之力的巨蟒 灰色的烟雾笼罩万物 舌头里迸发审判 一切罪恶的审法 被禁锢在亡灵十字架上的幽姬 陷入无声的尖末 每一个奋章的毛孔里 往外倾泻最后的绝望 化为本体的美杜莎 以灾厄吞天蟒的形态 一口吞掉幽姬 还有那只眼气息鼓的八旗神� 罗刹门最后一名残党 就此死在永夜君王手下 这一刻 稳固已久的世界格局 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个时代 是属于永夜君王的时代 陷入永夜的战场 黑暗就像潮水一样淹没天与海 人们只能通过 召唤火系御兽的方式 重新点亮这个世界 微弱的火光 不足以驱散永夜 但可以看清那个男人的身影 白骨阶梯的顶端 萧星鱼手持《亡灵之书》 身姿挺拔处立 他 他继承了《亡灵之书》的全部力量 没错 他可以将《亡灵之书》 从第一页翻到尾页 不可思议的家伙 这是继承了 佟大人全部的力量 也就说 黑袍人现在是世界第一亡灵御兽师了 哪有什么黑袍人啊 他是永夜君王 永夜君王 曾经世人对上官瞳的称呼之一 如今 萧星宇呈现给世人的无敌姿态 让这个绰号再次响彻世界 慕容静来到上官兰的身边 女帝大人 罗刹门已经全军覆灭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上官兰的眸光 汇聚在永夜君王的身上 手背 小臂 以及臂膀等部位 泛起黑光 漆黑的龙龄若隐若现 常人的肉眼难以察觉 亡灵之书 是同的遗物 我要拿回来 当上官兰注视永夜君王的同时 永夜君王猛然回眸 灰色的眸子犹如利剑 刺向上官兰的眉心 再看 再看把你屁股打歪 这句话 霸气十足 但其中含有调戏的意味 彻底激怒上官兰 萧星宇左肩部位的灰烬诅咒 轻微发烫 上官瞳的声音 在萧星宇的脑海里响起 萧星宇 控制你的情绪 你快要失控了 So 开启麒麟纹身的上官兰原地消失 就像一颗燃烧的炮弹 划破漆黑的涌夜 名府夜麒麟紧随其后 张开血盆大口 发出震天汗地的怒吼 萧星宇体内热血沸腾 操控王林之书 脚踩不断衍生的鼓踢 迎着上官兰奔袭而去 带路开启本体模式 石尾幽龙虎养天长啸 龙同泛起嗜血的黑雾 萧星宇 冷静 哎 果然还是年轻 心智这么轻易 就被王林之书反噬了 上官瞳有些无奈 萧星宇毕竟是 王林之书的新主人 在他能够完全驾驭 王林之书之前 反而容易被 王林之书反向操控 对于上官瞳来说 萧星宇是继承他一波的徒弟 上官兰是他一母同胞的姐姐 这两人欲要大打出手 上官瞳除了无语还是无语 只能待在诅咒里看戏 第五零二章 龙族三大至宝之 龙王虚 永夜的黑暗 闪过两道闪电般的白昼 上官兰堪称世间角色 但在战场上 完全看不出 他有任何女性的柔弱 麒麟纹身在他的身上 形成闪耀的光辉回路 为那张绝美的脸蛋 平添几分受性的野蛮和强悍 他那句略带骨感的郊躯 就是穿透黑暗的黎明之光 并不硕大的拳头 积蓄着恐怖的麒麟之力 伴随着阵阵狂风 一拳轰出 脚踩鼓踢的萧星宇 甩出亡灵之书 在寒风的吹拂下 亡灵之书 瞬间截体散架 无数写满禁忌昼印的书液碎片 漫天飞舞 最终完成汇聚 为萧星宇的右臂 覆盖一层坚硬厚重的骨骼拳套 碰 两拳对轰的一刹那 麒麟之力与亡灵之力一处急燃 烈火焚天掀起一片气流巨浪 冲垮周围的一切事物 冥府叶麒麟一声低吼 头顶悬浮一轮黑洞漩涡 其中探出一道黑雾凝结的麒麟锐爪 九尾幽龙湖开启嗜血形态 浑身蒸腾暗红色的血雾 十条燃烧着龙燕的尾巴 同时化作宽厚旁瘦的骨手 同时握拳挥出 两只神兽对轰战技 姿态巍峨霸气 与各自的御主相得一张 上官兰身上的战甲出现多处破损 亡灵之火在他的手臂上残留焦黑的痕迹 对上官兰造成伤害的 终究是来自亲妹妹的亡灵之火 反观萧星宇身上毫发无损 但他身后的亡灵骑士团 以及亡灵兽朝大军 顷刻间碎成残渣 灰飞烟灭 利用亡灵之书的力量 萧星宇可以把自身承受的伤害 转移到自己所召唤的亡灵军团上 这意味着 上官兰这看似随心所欲的一拳 所释放的威力 可以粉碎整治亡灵军团 对峙的瞬间 上官兰倾起红唇 冷漠的 亡灵嫁祸 这是铜的力量 你不配使用 你说不配就不配 上官兰 属于你的时代 终将被我亲手终结 萧星宇突然调动庞大的灵力 这股灵力的浓度 已经超出了龙灵丹的药效 上官兰就在诅咒之中 它是萧星宇的一部分 可以感知萧星宇的一切变化 这小子 天赋真如妖孽一般 这么短的时间 便领悟了亡灵哀悼 亡灵哀悼 一种在战斗中 获取大量灵力填充的特殊能力 每当有大量亡灵单位死亡 只要开启亡灵哀悼 就能将这些亡灵单位的死亡 转化成自身灵力 上官兰刚才那一拳 此时的萧星宇 不再受龙灵丹药效的限制 限制他的 只有他自己的心智 在激烈的战斗中 萧星宇被亡灵之书 反噬心智混乱 这种状态下 萧星宇会平白无故 产生强烈的战斗欲望 并且消耗自身精血 直至达到精力枯竭为止 才会恢复理智 上官兰劝不了 也没打算劝 像萧星宇这样的徒弟 不能用常规的方式教导 必须让他亲自经历一些痛苦 多摔几跤 才能学会如何驾驭 亡灵之书的技巧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并非一蹴而就 上官童就是诅咒本身 他与萧星宇密不可分 接下来有的是时间 耐心教导这个 异于常人的爱徒 至于此刻 上官童就像一个甩手掌柜 任由萧星宇去折腾 等事后再陪他一起复盘 进行严厉的训斥 和针对性的执意 一个妖孽少年 突然多了一个妖孽师父 师徒二人联手 势必将这风云莫测的 世界格局搅得翻天地覆 在磅礴灵力的支撑下 永夜君王仿佛 以真神的姿态降临 陆路 嗜血铜弩 越是朴实无华的战绩 越能展现玉兽师的强大 嗜血铜弩 并不是带路最强的战绩 但却是从兽黄体 一直沿用至今的大杀起 九尾幽龙虎扬起头颅 发出一声射人心魄的咆哮 永夜深处 浮现十颗巨大的血色眼珠 严格来说 是十颗血色龙铜 它们就像十颗产生异变的太阳 照耀战场的每一处角落 审判万物的基因序列 龙铜之中 血肉如动 发出绵密的拉丝声 凝聚出十道长度超过百米的箭矢 每一根箭矢 先是突然一层亡灵之火 紧接着包裹一层紫金色的妖气龙燕 十座嗜血铜母 高高挂在永夜之上 它们的眼神灭视天地 散发出欲要毁灭世界的压迫 上官蓝剑壮 微微挑眉 战斗中的它 还是那么金贵优雅 美道不可方物 它的灵力只是轻微运转 便已是人类顶尖玉寿师的极致 灵斧夜 七零脚踩漆黑的汪洋 浑身释放混沌的闪电 黑暗中再生黑暗 新生的黑暗 可以吞噬陈旧的黑暗 一颗巨大的黑洞 不断吸收永夜的力量 上演黑吃黑的惊骇场面 羞羞羞 十座嗜血铜母同时报射 就像神明亲自弯弓搭建 请客 天地震荡 大海反转 人们的肉眼 已经无法保持最基本的势力 眼前一片黑雾蒙蒙 只能听到一声声爆炸 当耳膜炸脸 听觉和视觉一起奔赴黄泉 黑暗之中 萧新宇气息紊乱 第一次驾驭王林之书 就像八岁小孩硬要骑摩托一样 就算学会了上车 也不知道怎么下车 这一刻 萧新宇总算恢复一丝理智 糟糕 我刚才好像被 王林之书反向控制了 理智状态下的萧新宇 可是谨慎的代名词 如今 王林之书到手 上官同的一波也已继承 锁侯之仇的幽姬 也被自己亲手击杀 这一战对于萧新宇来说 已经落得圆满 华丽退场才是王道 何必跟实力深不可测的 上官兰打一架 都是因为 王林之书的反噬 导致萧新宇战意狂勇 迟迟没有退场 此刻即便醒悟 但也错过退场的最佳时机 惹了上官兰 想走就没那么容易 So 黑暗里 一条任性强大的绳索 如同鬼魅一般游走 瞬间缠绕萧新宇的身躯 这是什么 不好 根本无法挣脱 萧新宇尝试挣扎 散发着金色光芒的绳索 却越缠越紧 魔神之眼开启 我勒个去 龙王须 龙王须 龙族三大至宝之一 这件宝物 一直在上官兰的手里 萧新宇是龙之类的主人 萧烈焰手持逆灵剑 同一片战场上 龙族三大至宝集齐 这三人之间的命运注定纠缠不休 第503章 龙文史登场 肥 龙王须 龙族三大至宝里 唯一带有硬性控制的神器 他看起来就像一根巨龙的胡须 表面流光一彩 蕴含着强大的龙之力 捆天捆地捆万物 萧新宇因为大意 被龙王须禁锢捆绑 越是挣扎 龙王须收缩的幅度越大 几乎要将萧新宇的骨骼勒断 龙王须有一个特殊的属性效果 被他禁锢的御寿师 灵力池会处于封锁状态 无法使用灵力 黑暗之中 足以冻结灵魂的寒意 朝着萧新宇扑面而来 上官兰出现在萧新宇的面前 神色冷峻 浑身每一寸肌肤都覆盖着冰霜 他抬起御手 触碰到萧新宇的骷髅面具 让我看看 你真正的面目 上官兰对这位新登基的永夜君王 充满好奇 他迫切想要知道 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能够完全继承上官童的衣钵 成为《亡灵之书》的新主人 为了避免身份暴露 萧新宇不得不拿出底牌 召唤龙之类 就在萧新宇打算开启 时间回溯 一道裹挟着香风的倩影 从一侧袭来 碰 双拳对轰 泛滥的龙之力在空中激荡不止 产生的余波几乎摧毁整座战场 上官兰眼里流露惊愕 翻身后退数十米 此刻萧新宇的身边 一双苍翠的龙童 以及挺翘的鼻梁 从这副打扮来看 她像极乐武侠世界中的一代女侠 高挑的英姿 散发出里澜原址的气质 她的右手上 覆盖一片片翡翠般郁润的龙铃 她的龙童 在黑暗中就像夜明珠般璀璨 刚才就是这个女子 一拳与上官兰对轰 帮萧新宇解围的同时 将上官兰击退数十米 这是萧新宇 第一次见到这个身份不详的女子 但总感觉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下一秒 萧新宇经的目瞪口呆 用看怪物一般的眼神 看着身边的骑女子 就在一刹之间 女子以生猛粗暴的方式 徒手扯开萧新宇身上的龙王须 龙王须脱落后 宛如游蛇如动 重新回到上官兰的手腕 上官兰的表情产生微妙变化 语气里融合了复杂的情感 飞 你这名字都是我给你取的 你却与萧烈焰为伍 与我为敌 萧新宇侧目盯着蒙面女子 内心满是好奇 她叫斐 燕蒙的人 什么来头 上官童的声音 在萧新宇的脑海里响起 她是龙文使 师父 龙文使是什么 就是专门负责记载龙族历史 掌管龙族启示录的直接 其血脉必须是人与龙混血 相当于整个龙族的管家 这里是处处充满危机的战场 上官童无法做出详细的解释 只能简单提了一句 龙文使 斐 看起来 她和上官兰之间似乎有特别的关系 身为龙族的管家 在屠龙大战开启之前 斐一直跟随在上官兰的身边 直到屠龙大战结束 一切都变了 上官兰与萧烈焰决裂 斐离开上官兰 选择站在萧烈焰的身边 这其中的隐情 只有当事人知道 又或者当事人所看到的景象 也并非真相 兰 你不能杀他 斐的声音 经过特殊的处理 听起来就像老巫婆的嗓音一样 显然不是原声 为什么 难道你知道这个家伙的身份 你只需要记住 你不能杀他 斐重复道并不解释缘由 上官兰声音低沉 眸光逐渐冰冷 如今他已经与亡灵之书 融合 继承了同的一切 我若不杀他 怎么拿回同的一切 斐发出灵魂拷问 你有没有想过 他为什么能得到同的认可 继承同的一波 上官兰正了一下 灵力如刀的目光 再次锁定永夜君王 内心思绪翻涌 难道他才是同的儿子 如果他是 那萧星宇呢 此前 上官兰一直怀疑 萧星宇有可能是 上官童留下的孩子 毕竟萧星宇能够驾驭 冥王卷轴 在修习亡灵法阵方面 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 但若是拿出来比较 永夜君王可以融合 亡灵之书 直接继承上官童的一切 这么一笔 永夜君王是上官童之子的可能性 比萧星宇更大 然而 上官兰千算万算 都算不到眼前的永夜君王 就是他最器重的萧星宇 人在局中 往往无法看透全局 永夜君王与上官童有血缘关系 但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他本身是上官童的孪生姐姐 与上官童是血脉之亲 既然如此 他为何不去怀疑自己 跟萧星宇 又或者跟永夜君王 是否可能存在血缘关系 问题的根本在于上官兰的记忆 他的记忆里 自己没有孩子 没有丈夫 只有一个复兴的未婚夫萧烈焰 记忆不一定是真相 也有可能是被修改过的假象 扑朔迷离的屠龙大战 结局不明的龙王记 让真相沉沦在谜团之中 谁能扒开一层层的迷雾 就能窥探真相的依儿 So 上官兰突然发动攻击 麒麟纹身开启 残影犹如闪电 朝着萧星宇袭来 他现在只想亲手摘下 这位永夜君王的面具 看清楚那张脸 问清楚这个男人的身份 龙王须脱手而出 蹭 一道剑气横加阻拦 萧烈焰出现在上官兰的面前 龙王须缠绕逆灵剑 犹如爱恨情仇的交织 滚开 我们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 好好聊一聊 萧烈焰 当年的龙王记上 从你被刺我的那一刻开始 你我之间就没什么可聊的 萧星宇愣在原地 就像一个吃瓜群众 龙王记 萧烈焰被刺了上官兰 好复杂的剧情 萧星宇感觉屠龙大战期间发生的故事 或许用一本书都讲不完 名府叶气凌发出愤怒的咆哮 头顶浮现黑洞漩涡 萧烈焰身旁的火焰龙魂 仰头狂笑 朝着黑洞漩涡撞击而去 一方操控龙王须 另一方挥舞逆灵剑 激烈的对轰 引发夜幕撕裂 汗海破碎 轰隆隆隆 爆炸 爆炸 还是爆炸 两位人足强者 同时展现出神明般的统治力 称霸战场有那么一瞬间 上官兰的瞳孔 化作漆黑的龙瞳 在永夜里闪烁着吞噬一切的金芒 萧星宇想要逃出战场 却被周围狂暴的气流 吹得东倒西歪 师父 有没有办法 直接结束这场战斗 上官同现场教学 萧星宇 《亡灵之书》第三卷 以血为影 召唤灾神谷中